正新BB加愛港星連挑兩場好鬼擊 所以昨天,愛港力拉大隊殺上廣播撐光光 正所謂蛇毛頭不幸,怎少得正新BB 鄧隱剛身為香港電台的總編輯 是絕對絕對絕對有權去顧問你們香港電台的節目內容 另一路人馬愛港之聲之後都殺到你 兩路人馬合體有70人 正新BB除了來抄光光,她還要拿回公道 為甚麼?因為她之前在議事論事說了關你 是被X 如果她覺得我說過X字,她覺得是不恰當的 在那個時段播出,她可以吸收那句話 而不需要用嘟字去消音 而誤到市民以為我是說了一些很粗俗的粗口 她說已經同情機會投訴了 接完信之後,兩路人馬再殺入廣播 這位阿叔認真救吉士,還好戲 哎呀,來挑人機,怎知被人挑轉頭還不反擊嗎 這個狗,快點真是香港突開 好詩問她有說力,哇,滿足了,快去挑下場 話說同一時間,D100在旺角搞論壇 講港台事件,愛港之聲20人馬上飛去挑機 小班還對咪咪給他們 小班還對咪咪ERERI 這裡真是尋人之事 尋人之事 愛港力和愛港之聲真是反轉九龍 他們另一路人馬去了城壇 鄭與石走的時候還被人包圍 人免收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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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XXXX 港台風波越攪越大 謝智峰也寫文反擊鄧忍光 說腰斬議事論事 是虛弱立會是社會的聲音 鄧忍光又說過 鏗槍集和頭條新聞救邊實 說起亞視播都可以保持四五點收視 謝智峰說 這等於叫大學生停學去非洲創業 因為大學生應該個個都是優才 在沙漠應該保命一樣 叫鄧忍光停止奇怪的編輯思維